我們是從歐地之前跳過高 距離離畢 三明 大家好 就是每次都是奧爾叫上來講 其實是自己上來講 就是這個經常 好像有點多 然後 直接哼過十分鐘 所以只剩三十分鐘 那我們就 然後這是一個在某個Conference 講另外兩個Conference的故事 然後感謝CostCover 非常的大量 不過其實是另外四個Conference的故事 那因為這四個Conference 經過複雜的Muchy跟Muchy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稱它為兩個Conference 那另外這個Talk其實是一個 懷骨講故事的頭 所以 沒有什麼技術性 那 現在要離開的 可能還在一起 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是HC 那IP是HC 然後 2003年開始辦Conference 那2003的話 是辦 所謂的P3P 就是PHP Python Python 然後 04年跟05年 是辦 YPC 就是EFC OSDC 2006年到目前為止 就是 25 OSDC 那 有人不知道 OSDC是什麼 可以舉下什麼 還是有 所以我們 遵照 昨天 有人說的 就是 我們要現場開頭影片 所以 結束了現場開頭影片的成就 好 那 一切都是從2003年開始 那 這個就是 P3P的 當初的 這個Conference 的Logo 那 這是在Archive 找到的 所以 解析度有點長 因為圖圖有點小 然後 當初設計的有點醜 那 很多人問我說 當初為什麼會開始辦 就是 因為當初認識了 物交水 一群寫客的人 然後 那時候 寫客的 用色非常少 但其實 今天更少 然後 那時候的 Tenium的Conference 非常少 如果 沒記錯的話 當初應該是只有 i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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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好像也在辦 不過他沒有多人知道 另外 2003年 在台灣 玩OpenSource的人 也非常少 不像現在 現在 隨便 每個Conference都是秒殺 隨便看 他就會出來 就從不到票 那時候 因為 開始玩OpenSource 然後 就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 台北Paramouse 那 這個是 OpenSource 社群的一個 全球性的組織 那我們 在台北 就是幾個人 每天 每個禮拜天 下午就在 那個 喝茶 慶茶 然後就順便 對 其實這個 Paramus 你們幹 然後我們就只有辦 每年的兩個活動 第一個就是 年初的Conference 第二個就是 年末的尾牙 好 所以從2006年開始 我開始辦 OSDC 那就是 剛剛講的 多分手 Developed Conference 所以到現在 後來我昨天查了一下 應該 2006年開始 應該 Oscar 是公民開始 所以明年有一個Conference 會一起慶祝第四年 如果還有 好 那 開始講正題 那每個人都會問說 那個 到底 Conference 怎麼辦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其實 我從2003年開始 到 2008 Walken之後 2008 2008 大概都是 一個人 包辦 Conference 的所有事情 除了 報導 當天 會有 志工協助之外 所以 很多人都很好奇說 那個 這件事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但其實 這是一個秘密 所以 很難在這裡講清楚 我講的秘訣 我講的秘訣 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 Conference 最盡管的東西 顧到 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參加之前的 包括 NFC 台北 或者是 早期的OSDC的話 其實大概就可以 完全到 跟後來 蠻多部分 是 有相當大的差距 那 早期基本上 我們就是 只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獎者 然後 再來就是 參加的人 代表誰要來參加 然後 第三個非常重要 就是食物 那接下來 我們會 針對這幾個部分 跟各位獎神 第一個就是獎神 那 獎者其實 因為當初比較容易 就是 在年齡三年那個時候 比較容易 因為 就前面提到 玩open source 其實 在當初 沒有 然後 社群也沒有像 今年 最近 現在這麼 恐怖的發展 所以 大部分人都認識 所以 獎者就是 我們雖然還是會 Course 但其實獎者 早就那頂了 沒有 就是 大概前幾年大概就是 尤其是第一年 就是 2003年的P3D 大概是 全部獎者 都是 一個一個發現去問 然後請他們來講 那到最近幾個 當然是 完全是以 covid 的 結果 來決定 所以 convention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 你要辦什麼樣的 conference 那你就要跟什麼 conference 什麼樣的社群 要不要 convention 所以 這個 就 不用事 然後 而且 因為2006年 我 開始辦 OSDC之後 我就 去大家 贊助的時候 順便便騙聚了 Yahoo 所以 從那一開始 我就每年從Yahoo 那個 輸入 對 就是進口的一些獎者 比較大開的獎者 包括 就是如果大家 知道的話 像 PHP的 Rasmus 或是 Jaws Group的 Domgrass 然後 不過比較不幸的是 大部分 被我 邀請完 到OSDC的獎者 之後 都離開雅路了 這個路 不要流出去 所以 獎者其實是非常重要 就是獎者 會影響到 就是接下來 的 成家人 那 那 那 但 Tapping a conference 參加的人 比較不是問題 所以 其實這個也是 後來還為什麼 我們會從 就是 Depsy 轉到OSDC的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你社群跟大小群 會影響 參加者 的 Base 就是 都要人參加 所以這個是 參加者的部分 那 會講到這個是因為 等一下 會講三個的時候 我們會提到一次 你其實 不同的 conference 你跟 audience的事件 都不一樣 那實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剛提到 那個 半conference 是從2003年開始 然後那個時候 大概就是只有iQoS iQoS其實也是比較官方的活動 這也是 後來20塊是 看得出來的原因 所以 因為 社群的活動 比較熱鬧 所以實務其實 還蠻重要的 那 這個是 那個 從 EPSIN 應該可以到OSDC 一直以來的傳統 那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就是 當初有人講的一句話 就是 三個月以後 沒有人會記得 你聽過什麼talk 你只會記得說 你去參加那個conference 東西到底好不好吃 好 所以 那個talk 其實可以隨便你來 把搭位等就好 對對對 我要自己看 可以憂憂看 所以 投得出 好 那 就剛剛提到就是 嗯 我們 其實在辦一個conference 尤其 初期這樣 課難的時候 就是 所有事情就是 最重要的 做好 其他的 可以交代過去就好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從這個照片就可以發現 當初非常簡陋 那個 告示還用筆記本寫 就是 廁所在一個 對 然後 嗯 那個時候報告大概 就是 兩個人 或三個人 好好的 那 非常 年輕時候的 CC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報告非常簡陋 就是 然後 很多東西都很簡陋 因為食物就是一定要照顧到 然後 獎者一定要 對 又要好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很多獎者 很多國外獎者 大概 辦了四幾年conference 大概說 只缺席兩次 大部分的時候都會來 所以 這個部分其實是 蠻重要的 對 對 那 現在時候我還 這不是我 對 那時候我還蠻辛苦的 就是我都是一個人在做 但 2012年開始之後就是 有越來越多的人 就是我們從 Costcard 那 很多人 所以 就 有 比較好的 organize 就是整個 籌備 工作 跟到現場工作 大部分 就是負責 解鎖 所以 大概 大概這幾年 我辦OSDC 都比較輕鬆 我那時候就是跟工作人員說 我的最大目標就是 我conference 當天 跟不到現場 conference 也可以自動完成 所以就 航向 不得到 那 對 剩下 20分鐘 現在 最重要就是 GNV Summit 那 有人不知道 GNV的 不知道 那下課吧 GNV Summit GNV Summit 起源 其實就是 袁慈寅這支 烤柱 是 2003年 去年 然後 那個 河多 被 收購 然後 辦公室 從 河多 遺址 搬到 領處到 南港 環體園區的時候 就是 搬了一個 慶祝 然後 他們就 烤柱 那因為我辦公室 在旁邊 我辦公室跟 KKBOX 剛剛是隔一條 馬路而已 然後 就有人一直貼照片 烤柱 烤柱的照片 然後 我就跟 護婷說 我揪 他就說 過來吃吧 所以我就默默地走過去了 然後 CF高 就是 GNB的村長 就說 GNB快一年了 要不要來辦什麼 不過 那時候 我其實沒有理他 因為我只顧著吃烤柱 烤柱跟烤香腸 對 到新年初的時候 就真的想說 應該半年什麼 然後 我們就 決定了 就是 本來是 大概 八 九月份 要辦 然後 大家知道 就是 最近 這個場地 越來越熱 所以 每個 都要排時間 所以我們就慢慢 擺到 十月八 本來有一度 是要擺十月十號的 就是 建國紀念日 所以 臨時政府 要建國一下 所以 後來時間 就確定了 就是十一月八號 也是在這邊的場地 然後 本來想說 這張左影片可以講很久 但大家知道 確定有什麼 所以 還是講一下 基本上就是 確定就是 透過 開放資料 就是 資料 後 的社群 那所有的 產出的 程式 基本上 都被要求 是 open source 然後 所有的文件 產出 基本上 也大部分 都是用CC license 那希望 可以透過 資料透明的方式 來 改善台灣 的政府 跟人民 其實人民 比較重要 就是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政府在幹嘛 然後也不關心政府 所以 希望透過 比較好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 比較 清楚的 容易的 知道 就是 每年假如那麼多 稅金到處在幹嘛 然後 然後 不然 不然 連繳稅 也是很心痛 然後 非常重要的是 GNV沒有負責任 然後也沒有代言 所以 你只要有興趣 然後你有一個 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 希望做一些 open data的事情 就可以把這個project 放到 GNV 底下 所以 基本上 會不會是 GNV代言 或是 GNV Summon 為什麼要辦 GNV Summon 基本上 就是 因為當初 GNV 這個 社群 是從 Yahoo open ID開始 所以 一開始 比較多的成員 是 就是 Develop 就是 科技宅 城市宅 但是隨著 一年多 過去 就是慢慢的 其他 專長的人 越來越多 包括律師 包括社運的人 包括 對社會議題關心的人 然後 甚至有些 記者 那 所以 現在的 比例大概是 開發者 大概是四成 可是 畢竟 扣的 就是核心的這個部分 的人 還是 不算很多 就是我們會希望 嗯 專案可以產出更快 然後 會需要更多的專業 比如說 像我們在做 癌症資料 會需要 醫療專業 然後 我們有 有些 比如說土地 或者是 其他的部分 我們會需要 建築專業等等 那這些東西 嗯 對於 吸引其他專業的人 還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 大部分 現在去 V在用的 工具 就是 溝通的工具 然後 合作的 就是 合作的平台 大部分都是非常距離 包括還有人 用IRC 然後 對 某一天我在公司 上IRC 的時候 還有同事 是H&M 有說IRC 不是會我見面嗎 我就三條線 所以其實 就是這些東西 對於其他人來講 還是非常困難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 GV上面的這件事情 那 更多人 原來在觀望 就是 你可能知道GV是什麼 然後 你想要參加 不知道怎麼參加 或者是 有些人 他對社會議題 關心 可能還沒有聽過 GV 我們希望可以把 這些人集合起來 然後讓 核心的團隊 慢慢成長 這樣子 未來做事 就會更快 不過其實我想要試 那個 辦Converse 雖然有點累 但應該還不能吧 尤其是2012年之後 所有事情都交給人家辦之後 對 然後 現在 Tangle Converse Pair 度 今年很快要10個吧 從什麼 Ruby Conf 然後 Pi Conf 然後最近好像 遇到什麼 Rail Summit 所以 那個 Tangle 相關的太多 應該辦理不一樣 就是去 另外就是 GV的 IRC 現在固定 掛了200多個 所以這麼多人 辦理Converse 應該不是太困難吧 而且 GV跟原來在辦 包括SDC 有很大一樣的部分 就是 它都是我們所有的社群 我至少我想像中的 然後 它的社群都非常的 健全 或者說 人 其實夠多 可以支撐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Conference 然後 而且 這些 科技宅 就是 就是買一下Pizza 味道 還蠻容易的 所以 我們就 在今年決定要辦 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 你們要想過的是 就是 這個SUNY 是跟原來的 包括 OSDC 包括以前辦的 各式各樣的 方法 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 至少對我來講 那 可能 CostCup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至少對我來講 我其實有 之前 有很大部分 都是 自己做事 但是現在 就完全不一樣 就是 這一個社群 或 接下來要辦 上面的這個團隊 就是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人 包括 有年 連吉他國 沒看過的 一些設計師 或者是 完全不一樣的 域的部分 所以 OKModel 是 跟過去 全然不同 那 我覺得這個是 至少從籌備到現在 比較有趣的 然後 比較 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 全新的team 就是 有些人 第一次 像我們 要負責常務的 常務組 負責人 他 以前雖然 辦過很多 社運活動 但 但類似的 是第一次 所以 很多類似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這是一個全新的team 就是 跟以前 辦公室不一樣 以前我是從一個人開始 然後 慢慢 有新的進來 可能一次一個或兩個 然後 就在一起 這樣子 但這次是 一次還很多的 可能幾十個人 但這些 可能大部分都是新的 所以 前幾天 還有在IIT說 他都不知道幹什麼 那 對我來說就是 我大概比較肯定說 到什麼 世界都要做什麼 可是對其他 就是 這一整個team的人來講 他們可能 也被有賽動作 可是 可能還沒輪到 還沒輪到他們 他們就會覺得說 跟三名的 關聯性好像沒那麼高 但是又有點緊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更不一樣的是 未來要接觸的 或現在我們在接觸的 跟以前 辦公室的這群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包括社群的組成 就是剛剛講的 以前 大部分都是 科技寫程式的 programmer 那現在 要碰到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 另外一群人 這一群人 是 比如說 做社會學研究的教授 然後 比如說 平面設計師 然後 或者是 社運的人 所以 這些人是 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那 講者也是 以前的commission 完全會用 以前 再講就是講技術的部分 那現在就不是 現在我們 要講 包括 包括 open data的應用 然後包括 各個社運團體 對於 資料的應用 然後包括 政府 對 open data的想法 跟 對 期待之類的 所以 這些部分 跟以前 都是 不同的 經驗 然後 參加者 也是 是 那另外 當然 還有 贊助商 所以 以前 可以想像說 我大概就是那群人 但現在就是 每個領域的 他們可能都是領間的人 但是 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 然後 我們完全 互相非常不熟悉 所以你很難預設說 到底誰會來參加衣商 我到現在 還很難想像 然後 對 萬一報公司怎麼辦 那 贊助商 到底要講誰 贊助 就是 以前的 贊助商 你大概就鎖定 比如說 科技產業 但現在 就是 也許有一些是比較 社運方面的 那 到底哪些贊助商 是 是你可以期待 或你可以去找的 對 然後 腳整部站 幸好就是 前陣子 就剛好去 環球世界 幫我們找一些 強制 對 所以 其實 嗯 就是 大家回來之後 就說 超音感名 所以 在台灣 的 類似的社群 其實算是 就是 世界上 比較 就排名還蠻前面 所以這個商品 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蠻重要的 就是 我們 除了可以更 吸引 當地的 包括開發者 包括 社運 包括 對社運的關係 之外 其實我們也希望透過一些 國外的教練 可以 讓 就是 改造政府 這件事情 可以讓大家更 了解 那 所以整個 GMP 包括這個社區 跟這個 詹明 嗯 我們會希望 就是 以更開放的 那開放當然包括 就是 資料部分 然後 然後 當然就是希望 正的部分 可以開放 那 另外就是 數大便是 我們希望 可以 用更多群眾力量 就是 像前一陣子 也許而知 就是 監察院的 政治獻金 這個方式 就是 其實很多資料是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利用的 但我們可以 也許可以透過群眾力量來 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那另外就是 經過這幾個月來的接觸 就發現 社會運動 很多社會運動者 非常熱情 但是 那個 他們的 想法 或者是他們 他們對於 科技的認知 還 相當的 一點 所以 也許 透過 GV 跟這個Summit 可以讓這些 社會運動的人 可以更升級 所以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就可以推倒大學 據說 今年要放棄電腦本 好 那到目前為止 就是 確定會 確定會 確定會來台灣 大概 Tracity 那 就是 左邊那張圖 就是 他有一些 書 那台灣都有翻譯 所以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 那 他應該是會來 確定會來當 Summit Tino Speaker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然後另外有一些 國外的 類似的組織 就剛剛講 就是 就是 到村長去 參與世界 活動 就是 取了一些 Convention 那目前也有一些 還不錯的 Response 就是包括 Sunlight Foundation 還有一些 還不錯的 國外在推動 類似活動的 社群 也都確定會來 也都確定會來 然後呢 目前工作人員還有 學 對 所以我們會希望如果有興趣的話 樓上有 GNB的攤位 雖然非常不明顯 但 大家可以努力找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 所以報名的話 就是這兩天 應該現場的最高 那如果 你當天有事 沒有辦法當事工的話 其實 你也可以 參加 GNB的 每年兩個月一次的 大的黑客戶 或者是 你可以上IRC 就是 GNB的 TW的 IRC Channel 去看看有什麼可以做的 所以 就是 只要你覺得 有一點 逆氣 利用下班後 做一些改變社會的活動 好 那 本來還想說 留了五分鐘 但是那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就 在這邊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的時間 從十點四十分 到十點四十分 到十點四十分 是